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爷爷专门给棉花糖做的 喜欢吗 太喜欢了 谢谢爷爷 喜欢就好 这个是送给云朵的 这个铲子不会破坏不粘锅底 是我用鱼木雕刻的 好精致 谢谢爸爸 爸 他们都有礼物 我的愿望你知道吗 木豆腔 好怀念 当然 这下愿望实现了吧 还有呢 老伴 这个送给你 真不错 有了它以后再也不用求人了 爷爷 我们的愿望都实现了 那爷爷的礼物呢 这都是我自己做的 哪有给自己做礼物的 那爷爷的愿望是什么 愿望还没想好呢 棉花糖 咱们都有礼物 就爷爷没有 我们送一个礼物给爷爷吧 好啊 可是我们不知道爷爷想要什么 您知道爷爷喜欢什么吗 有了 爷爷想要的礼物肯定是一件中式大罐 那我们给爷爷做一件吧 好 我这就去准备布料 棉花糖 你去弄清爷爷的 没问题 看我的吧 爷爷 您能一只手把我抱起来吗 这个 我试试 爷爷真棒 我也要抱抱爷爷 爷爷 我给你揉肩膀吧 真舒服 果然是我的乖孙女 妈妈 爷爷的尺寸我拿到了 太好了 赶快告诉我 腰位那么长 这是接宝的 马上开工 完工 太好了 这是给我的 对 是我和妈妈做的 你们手真巧 没什么 谢谢你们的心意 我很喜欢 吃西瓜咯 走 吃西瓜去 爷爷挺喜欢的 但也没特别高兴 难道猜错了 也许最大的愿望不是这个 变化糖 爷爷可是很会讲笑话的人 对了 爷爷喜欢看笑话 笑话 这些笑话书是送给我的 对 爷爷 你高兴吗 高兴 高兴 谢谢苗花糖 怎么样 书好像也不是爷爷最想要的礼物 这就难办了 咱们去看看爷爷在干什么 小白鸭 小子鹅 爷爷在说什么 酥鸡腊肉 松花小董 石锦 酥盘 熏鸡白脸 爷爷在干嘛 我知道了 爷爷肯定是想吃好吃的 那我们给爷爷做好吃的 好香 这下可以实现爷爷的愿望了 太好了 爷爷快来 今天是谁过生日吗 没有人过生日 那怎么准备这么一大桌 您不是想吃好吃的吗 我们按您念叨的都准备好了 听您在屋里说的 你们误会了 其实我的愿望 我不好意思说 说嘛 爸 您有什么愿望您说出来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相声艺人 这个愿望我都不知道 我知道该做什么了 好 今天的单口相声就算了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谢谢我最最亲爱的家伙 太棒了 谢谢你们实现了我的愿望 接下来的节目敢吃饭了吧 我也饿了 吃饭了 一起来尝尝云朵做的大餐 也不是什么大餐 干杯 寻宝游戏 米花 你踩不到我的影子 来追我 画面太小了 都影响白菜的生长了 把它种到院子里 一定可以长得胖胖的 棉花糖 快过来跟妈妈一起来挖坑 我正忙着训练米花 训练米花 想吃肉骨头就听话 打滚 装死 坐好 米花 跟我走 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 太小看我了 太小看我了 但我看你都看着一样宝贝 到底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找到以后才知道 也许还有公主皇冠呢 太棒了 好了 现在开始挖宝藏了 停 走 运动妈妈 现在别归我和米花 现在别归你 可以 那就看看谁先找到宝藏 好啊 谁挖到给谁 开始 好累啊 怎么还没找到宝藏 难道在妈妈那边 看来也没有找到 这么多的土坑 应该够了吧 我的小白菜种下去之后很快就能长成大白菜了 棉花糖 你找到宝藏了吗 这个宝藏可能就根本不在咱们家院子里 我找到了 妈妈 快来看 怎么会呢 难道我家院子里真有宝藏 妈妈 快帮我把它拉出来 真有宝藏 找到宝藏了 这个箱子看上就有点眼熟 宝藏 谢谢你挖我们出来 妈妈快打开宝藏 我等不及了 好的 原来是这些 这就是宝藏吗 是啊 这是爸爸妈妈的宝藏 这是爸爸妈妈刚认识的时候拍的第一张合影 这双鞋是我们婚礼师穿的高跟鞋 还有这个 是蓝天爸爸的第一套飞行服 好久的东西了 是啊 我都快忘记了 这是我和蓝天爸爸十年前一起埋下去的记忆宝箱 记忆宝箱 没错 我们准备六十岁的时候把它挖出来 回忆那些美好的往事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竟然不告诉我 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怎么告诉你 对啊 十年前还没有我呢 不过这次就有我了 宝箱挖出来 可以把我喜欢的东西放进去 我们把它重新埋起来 好呀 米花来帮忙 妈妈 等你和爸爸六十岁的时候 咱们全家一起再玩一次寻宝游戏好吗 好啊 现在我们一起把白菜种下去好不好 运动妈妈真狡猾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运宝游戏